憲平 其實昨天晚上 韓國瑜的表現 除了剛瑞德兄提到的十大金句以外 其實在結語的時候 他也又送我們大家一句彩蛋金句 哪一句 這是一個彩蛋 他說這個洞房花卓業靠自己 選舉需要靠別人 這是臨走前一個彩蛋 大家都笑了那時候 昨天他們這五位候選人的表現 我用一個比喻 郭台銘跟韓國瑜就像麻辣鍋 他們在比嗆辣的 朱立倫是酸菜鍋 酸肚爆表 他繼上個禮拜 他講的嗆郭台銘 講郭台銘說 是國家養還是郭家養 昨天他又來了 他說富士康現在就可以幫回來 他昨天又講說 不要為了一時爽選錯人 就是很酸很酸 那另外兩位候選人是養生鍋 養生鍋比較平淡 比較平淡 不過我是覺得 我最近領悟有一件就是說 其實人生短短幾十年 活得快樂 比發大才重要 我簡單講 小英總統跟現在我們民進黨執政四個字 不打高空 我們實際的政策作為 要真的是具體可行 穩扎穩打 就一件事情就好 你看小英三年來的稅改 很簡單的 在種種的布局準備中 今年我們讓壽星階層 年輕朋友們在申報索得稅的時候 可以大幅的降低了 你要選的是國家領導人 選總統 你的基本的氣度 還有你那個發言的這個 你許下的政策支票 是要可 就是說具體可行 不是隨便亂開支票 不能像馬英九一樣 跳票那跳舞的 你會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有的